错误嘛 然后你就 游标放上去 汇录就可以了 汇录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打在inport上面 就不会有产生错误 比如说你自己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打上去 你打一个inport enjoy有没有 后面当然也都会自动产生 你会 点一下 其实你打一个w也可以啦 它也会自动跳出来 然后所有的 点一下 不是webkeep 应该是witch witch有没有 这样其实也可以啦 start就是所有的 就是witch通通都inport进来 可不可以啊 只是说 当然会run的比较慢一些些啦 不过其实说真的现在手机那么快 没有影响 这样就不会有 inport这样也可以 或者底下inport 另外finebook把id这个地方强制转型就是 如果你打完之后你也可以直接打上去 或者是怎么样 错误移上去 然后呢 它会自动跳出什么一些错误讯息 你就强制转型 第一个按下去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加刮符 小刮符意思就是强制转型 为testview 就是 把前面的物件强制 把后面 这个东西强制转型 再传给前面 这个是画面上的元件 这个是我们实体的 物件 传过去给他 OK 然后 而且 特别注意 写作的位置 也要特别注意 宣告的位置 请你在 Activity Extend 下方 然后呢 连结 一定要在 Set continue 下方 你不能够写到上方去 上方也不行 会产生错误 那再来的话 Button的click 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自动产生也很重要 它的自动产生 就是 小刮符 有没有 大刮符 大刮符 这样是一对的 小刮符 大刮符 后刮符 加一个分号 游标移上去 新增为实作方法 按下去才可以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往后建立 实作方法的 都是这样做 当然有别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 目前 最简单的 那 没有别的方 目前 如果没有别的方法 那请各位稍微背一下 那里面的程式码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把那个 T01.set Test 把它加上就可以 那最后按右键 把它执行为 Enjoy Application 它就会直接帮我 怎么样呢 把这个App 转到我的模拟器里面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模拟器呢 就会接收到 Compiler的东西 丢过来 Compiler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 这个时候 就是我刚刚画面上面的 那当我按下这个确定的话呢 它应该就是怎么样呢 触发一个事件 触发什么事件呢 Unclick 所以呢 就会去执行 Unclick 应该就会怎么样呢 把上面的字 改为什么呢 改为 0 按下按钮 有没有 就set Unclick 所以其实基本上 就是这样子 大体上以后呢 它的运作模式 差不多都这个样子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看看 今天能够可以把这个写